我们资深记者见周呢 也到了这个位于大阪的夏普智慧家电展示中心 它是首次对外开放 室内所有的电器用品都可以通过手机 或者是平板一手掌控 当你把食材放进冰箱时 电冰箱还会帮你记录这里面有哪些东西 而准备下厨的时候 还会根据现有的食材 上网搜寻适合的菜单 就好像你有个贴身的管家一样 走进大阪的夏普工厂内 探一探这个让鸿海郭台铭 朝思暮想的夏普里头藏有什么打密宝 其中智慧家电展示中心 更是首次对外开放 家庭主妇的好帮手扫地机器人进化版 但功能更升级还可以远端遥控 它可以接受声控 那也可以透过手机 然后也可以透过红外线 就是跟智能家庭的东西结合这样 所有家电都变得好聪明 而且屋子里大小房间的电器用品 都可以透过平板让您一手掌控 你在放东西放食材在这个电冰箱里面的时候呢 可以告诉他我放了什么进去 他现在说我把鸡蛋放进去了 然后呢在这边的这个智能的面板上面呢 就会显示出鸡蛋最像 就是这个电冰箱在管理我这个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电冰箱帮你管理里头有什么东西 就不怕忘记或是放到过期 而当你准备要下厨时 还可以问问水泼炉 今天该煮什么才好 水泼炉就会根据电冰箱有的食材 上网搜寻适合的菜单 就像有个看不见的贴身管家 电冰箱的上半部分不供电 但是呢限定在这个黄色的LED区域里面 保证它10天的供电 如果说停电的期间比较短 也可以让整个电冰箱都透过这个蓄电池来供电 也可以坚持三天 蓄电功能的电冰箱就算停电个三五天 也不怕食物坏掉 还有还有夏天耗电量最大的冷气机 透过云端电力管理系统 能够更有效的运用太阳能发电 降低家电费用提升电池寿命 透过摸摸家电就可以了解周边空气 以及环境的变化 全自动家电变成了郭董新的事业领域战场 也可以看到郭董多角化经营的野心 李将军欢迎新闻赖尔凡 活进周在大阪为您所做的采访报道 1回来 3回来 2回来 2回来